一年一度的大甲正蘭宮媽祖 繞境盛世總是吸引不少信眾 不過今年受到武漢肺炎 疫情影響半不半各界關注 上午正蘭宮公告決定延期 正蘭宮公告指出 全體董監事召開會議 決定尊重專業 今年的大甲媽繞境境鄉延期舉辦 全力支持政府的防疫工作 正蘭宮董事長延清彪 上午再次出面說明 言清彪前一天才出面 一度說繞境照常走限縮規模 但經不起政府不斷呼籲 加上網友紛紛留言支持停辦延期 還有網路民調都超過九成 希望以防疫為重 不樂見繞境昼廠舉行 巨大壓力籠罩之下 大甲媽祖的繞境行程確定延期 繞境確定延期 民眾也表示贊同 百命有一書 萬一真的還是有人有 是不小心擴散開來 還是比較危險 覺得很好啊 因為大家比較不會有爭議 而延期的繞境什麼時候才會再舉行 正蘭宮表示得等到疫情穩定了 再來研議 因此節省了三千萬經費 捐給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希望拋磚引玉 讓台灣渡過這次難關